等一下要打招呼 哈囉哈囉 打招呼 真快樂 這組防疫待在家 不曉得該如何跟孩子互動嗎 桃園龜山區兩間親子館 現在推出了線上親子遊戲教育課程 提供教授們在疫情期間 整進親子關係的方式 其中桃園龜山大華親子館 便開設了YouTube頻道 每週更新美郎帶動跳的影片 讓民眾可在家就地取材 跟著影片和孩子們一同動手作 那其實這個頻道裡面非常多元 那如果家長點進去看的話 可能有一些體能律動啊 或是一些親子遊戲 或是利用一些家長 居家隨手可得的一些物品 那其實就可以跟小朋友在家裡面玩 那也有一些勞作的部分 那未來我們也會推出一些像是材料包 就是如果他有需求的話 那可以跟我們說 那我們之後也會有一些相關的公告 然後讓家長可以來索取 那他就可以透過材料包 然後配搭我們的影片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做一個進行 而龜山親子館的採用了線上視訊的方式 直接和民眾互動 除了有線上點名帶動跳 也安排簡單的感筒遊戲課程 要刺激孩子們的肌肉和腦部發展 這四個是藍色的積木 我們現在進行的主題叫做在家也能玩感筒遊戲 我們感筒遊戲的部分其實就著重在0到6歲的孩子 短體覺 前聽覺 視覺 觸覺跟聽覺的部分 那其實在6歲之前的孩子其實根據很多研究 這些感覺他越快的能夠被統合 那被刺激的話 那都是有助於他們腦部的發展 由於疫情影響 讓家長們能有較長的時間和孩子相處 親自觀希望透過簡單的親子遊戲課程 不僅為0到6歲的幼兒打下未來成長的基礎 也藉機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 記者劉雨婷 桃園報導